日本女人在二战中扮演什么角色 当战争机器开动之后 女人与男人一样 总是会与战争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日本女人 就被裹挟到庞大的战争机器上 众所周知的晋国神社 里面核四的246万个亡灵 在这数百万亡灵中就有五万七千名女性 她们是在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中自愿捐躯的 是以日本人称她们为昭和烈女 昭和就是对日本发起法西斯战争 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天皇女人使用的年号 二战打响后 整个日本都像是打了机器 到处都挥舞着太阳旗 到处都是亢奋的歌声 胜利归来 勇敢战斗 男人纷纷参军作战 女人则家道相送 这样的场景 在二战初期的日本 屡屡出现 为了鼓励士气 日本在国内招募大量的慰安妇 这些慰安妇里面 一部分是本来就操皮肉生意的妓女 陪酒女 一部分却是安本首级的良家女子 妓女和陪酒女 希望到军队中却争一大笔钱 这可以理解 可是 为什么那些良家妇女 也要甘愿作为安妇呢 这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关 在日本 男人为了天皇 可以义无反顾地抛腹自尽 女人则可以为了男人奉献身体 日本女人认为 他们走上前线 慰问士兵 是的 为士兵们做事 为国家建立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另外 在战时的日本 几乎所有的资源都用于战争 由于大量男子参战 失去依靠的女性 很多处于被饿死的边缘 当为安妇能够获得一定收入 这对那些贫困的家庭来说 也是很在吸引力的 除了当为安妇之外 日本女人还通过各种方式 参加支持战争 军事训练 日本女人经常参加军事训练 这保证她们一旦遇上险情 照知己来 来之能应付 后来 日本即将战败 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还喊出一亿遇岁口号 妄图利用其所有国民 做最后的赌注 他们还真是有一亿遇岁的本钱 资源回收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 但是打仗 又急需各种资源 日本女人就被动员起来 进行资源回收 有的日本女人甚至跟男人一样 穿着短裤 来到井下挖煤 爱国储蓄 打仗是很烧钱的 为了筹措军费 日本女人结一缩时 将有限的资金储蓄起来 贡献给国家 这就是爱国储蓄 所以 日本军队屠杀平民的枪弹 刺刀 很大一部分是日本女人一分一分储蓄出来的 嫁给军人 参加战争的日本男人 许多还很年轻 没有结过婚 为了解除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 激发鼓舞他们的战斗意志 日本女人积极嫁给这些士兵 在出征之际举行婚礼 更有不少日本女人 被井离乡嫁给开拓团青年 除了上面这些 一部分日本女人 还以相当极端的方式 参与和推动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 1931年 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件轰动很大的事情 当时 一名叫井上青衣的日军中备 回国与妻子千代子度新婚蜜月 蜜月快要结束时 井上青衣突然产生了厌战的思想 不想回到部队参战 这一切 都让妻子千代子默默看在眼里 于是就在井上青衣即将离开日本奔赴前线的前夜 千代子留下一封军人妻子之箭遗书 切猴自杀 在这封遗书里 千代子鼓励丈夫 为了大日本帝国胜战的胜利 英勇征战 而自己为表示不拖累丈夫 只有一丝金策 井上青一看完遗书 没有掉一滴眼泪 他回到了战场 成为了一名凶残的指挥官 屡屡制造惨绝人魂的屠杀惨案 令人惊讶的是 不管是通过自杀来鼓舞 丈夫屠杀他国民众的千代子 还是将自己一腔怨愿 发泄到无辜平民头上的井上青衣 都得到当时很多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民众还将他们视为心目中的偶像 二战结束后 一名日本战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七星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 如果说我们有罪 日本人民都有罪 这句话真是没有说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